本身互用的,可能产生衍生的一些状况 在这个主题要讲之前 可能先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背景 因为现在今天是小韩 那一定是会有 蛮多人会去吃到一些中药补品 那你可能会有一些像人参、黄旗 有人会送一些红曲 或是送一些像银杏 那这个部分其实一般人来吃过来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的药到底它的效果 一般人说吃没有白嗨 所以你吃了以后 大概也觉得说这个产品不差不错 但是假设说你这个时候 同时有吃一些西药 或是刚好去看西医 并用一些西药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呼吁消费者 就是说像这个部分 假设会有一些病用情况的话 你就要去注意到说 整个这个药物本身在体内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了解就是说 药物基本上是不分中西 那中药也是药 所以这个药物基本上在体内 假设它在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过程 其实中药、西药都一样 那你在吸收的情况 到底吸收的好不好 那在胃里面的吸收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适合酸性的药物 那你胃本身是属于酸性的 酸性药物在胃的吸收比较好 可是这些碱性的药物可能在肠道 所以本身在吸收的过程里面 假设你肠胃的乳动加快的时候 那可能会造成药物吸收减少 那药效就会减少 所以如果你中西药病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你一个可以加速肠胃乳动的一些中药 在吃西药下去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让你乳动加快 而造成这药物吸收减少 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假设比如说你吃了一个像麻黄 那你是会让这个肠胃乳动减慢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药物本身 它的这个效果就增加了 所以这是吸收的问题 那吸收完之后 当然体内会有一些分布 那分布的情况 分布的情况我想都 不好意思 请等一下 我现在在直播 所以45分以后 OK 不好意思 有时候会有去公布 那那个 有几个状况 就是说 我刚才有讲过 分布的话有人会讲说 就是说在体内药物本身会不会相遇 那药物本身会不会相遇 最主要是会有 比如说在胃 它到底什么时候时间可以排空 那一般有人说 我们是不是间隔两个小时 就可以让药物不在体内相遇 可是事实上这个部分是难度很高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药物 有大概 大概它的半衰期 比如说在体内它多久可以变一半 所以你看广告上面有讲过 某些西药 它可能经过了大概 比如说24小时完全排空 那这个情况呢 当然就可以让你的体内是干净的 你在吃皮的药物也不会互相影响 可是因为现在资讯发达 大家有时候看中医 有时候看西医 早上看中医下午看西医 那结果就会去造成就是说 你中药西药有可能会变用 所以我们通常会理性的说 至少间隔两个小时 起码让药物不要在体内相影 但是你说本身的代谢会不会影响 或是说本身的分布会不会影响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那再来就代谢的问题了 那代谢的问题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吃西药 我们在体内会作用 那西药浓度可能很大 每个人胖瘦不一样 那可能男女不一样 老少不一样 那到我们的肝脏的时候呢 那肝脏会有一个酵素 就是叫P450 它是一个Cytochrome 就是一种细胞酵素 那这个东西呢 会去跟我们的西药 去做一些结合 那结合之后 它让它代谢 这一个代谢体 那在体内可以维持 这个药物浓度的一个稳定 那你如果吃了中药 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常讲说 不要去吃葡萄柚 那葡萄柚基本上 它是云香科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它有可能 里面有两个成分 叫Feloncumarine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哪里菌 我们中文叫陈皮肝 或是香豆素 芙兰香豆素 那这东西呢 会把这个P450 这个酵素就抑制掉 那这酵素被抑制掉的结果呢 它就没有办法 去跟西药做一些结合 那这些西药 在体内浓度本来是正常的 现在突然就偏高很多 所以为什么一直呼吁消费者说 你吃西药的时候 不要去吃葡萄柚 那难道只有葡萄柚 就没问题了吗 当然不是 因为葡萄柚是云香科的 那云香科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说像橘子 像橙皮 橘皮 青皮 或止咳止食 或是比如说前一阵子 中秋节吃的柚子 基本上都是属于云香科的东西 所以吃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不建议 同时并服这些西药了 那 所以大概是这个状况 那 再来就是有关排泄的问题 那排泄当然就是透过 肝脏或是肾脏 那肾脏我们有肾丝球 或是肾小管 所以药物本身的酸解性 都会去影响本身 它在排泄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怎么样 你如果了解就是吸收 分布 那代泄 排泄的情况 这个情形 你就会去了解说 为什么说 我不建议说 中药西药可以一起服用 那 当然情况不止这些 比如说 有一些矿物类的中药 可能含铝 含铭 含铁 那 它就有可能去跟一些西药 里面像 aminopilin aminopilin这种东西 它就结合了 它一结合之后就变成一个熬合物 那熬合物就不作用了 不作用的话 基本上它药效的差很多 比如说你吃人参 那你吃了这个人参燥肝 或是说这个 三七 西洋参 那它有一些人参燥肝 那这个东西假设说 你吃了比较酸性药物 像aspilin 那这些酸性的环境 会造成这个燥肝分解掉 你人参就没有效果 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 它有可能会结合的问题 那如果说 中西药本身到底可不可以并用 假设并用的话 它会让药效提升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 但是国内的法规 中医西医是分开的 那除非你非常厉害 一般兼营中医跟西医 同时并开中医跟西药 在法规是不准的 所以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有人胜阳虚 那胜阳虚的话 它可能就是说 这个小便清肠 气色不好 那你去看生理的现象来讲 它可能会有一些 负胜皮质荷尔蒙 或是这种免疫功能的一些异常 那这时候如果说 你用了一些中药 比如说像这种 它比如说像慢性脂气管炎 胜阳虚导致的慢性脂气管炎 那你这时候吃了一些中药 比如说像营养货 八几天 那这种东西 有可能就会造成 它的症状减缓 所以如果你适度的说 中西病用不是不行 但是法规上液目前是有状 也不是不行 除非有些特殊情形 那再来就是说 有些人比如说什么 中医讲的干预 干火旺 有发源症状 那我们就从西医看 可能是感到本身产生问题 会有感染 我们就用一些抗生素 那这时候你用到中药一些 像大黄 或像柴虎 或像龙胆草 那可能效果就会加成 那这部分大致上 没什么太大情形 那又那种 产生之后效果会减低的 我刚才讲过 比如说因为熬合 而造成这个效果减低 因为跟酵素的结合 而造成效果减低 或是因为肠胃的弩动加快 而效果减低 最怕的是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说 假设结合产生毒性物质 哇那这下不得了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那个后宫这个甄嬛传 那后宫甄嬛传的时候 那个什么 有一个梨妃吧 那最后不是吃苦性仁就挂掉吗 那我要问你们说 你知不知道它到底是为什么挂掉 苦性仁就会挂掉吗 其实性仁这东西 它是蔷薇科的 那我们现在有分什么 男性北性 那男性跟北性最早品种是一样 可是它在这个种植的过程里面 它男性慢慢被寻化 所以它里面这个阿弥陀佛大运 就苦性仁甘的含量越来越少 那苦性仁甘一分解 你可以闻到性仁味 但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成分 叫氢氢酸 叫HCN 这个氢氢酸是可以来做生化乳气的 它如果在空气中浓度很高 几毫克就可以自能于死了 所以如果你吃到 那个没有炮制好的苦性仁 或是说它已经分解成氢氢酸很多的话 那是有可能呼吸一直死掉的 所以我们最怕的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有咳嗽的问题 基本上西医给你开了 咳嗽糖浆 刚好有人问你枇杷糕 那枇杷里面有类似像青青酸 这类的成分微量的 其实微量的青青酸 对气管的环节是好的 结果你把枇杷糕 或是说像苦性仁 去跟咳嗽一起合用的话 那有可能造成青青酸的含量增高 或是呼吸抑制的加强 会造成呼吸中枢抑制 就有可能产生比较危险的状况 那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第三种 就是两个结合会产生毒性的 那毒性增加 药性增加的 那通常是说 哇你心跳加快 也会受不了 因为有时候致死剂量 你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我们怕药效增加太多 或毒性增加 那如果是药效减少 顶多是没有效果 但是原则上 这些讯息一般民众可能都不了解 所以我这边其实要讲就是说 有人在问就是说 吃药补中医师也懂西药的问题 会不会很失礼 我跟你讲 我告诉你一个问题 不会失礼的 因为中医师可能他也懂一些西药 可是不完全了解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就是去社区 各位社区附近都会有药局 你可以看一个有健保药局的 他目前来讲 药师工会在希望 药师可以对中药专业多加强 大部分的药师 他有修过16个中药学分 16个中药学分 一个学分大概18个小时 所以加一加也上了好几百个小时 他非常了解中药跟西药 并用产生的问题 就算他不能马上回答你 他也可以从网路资讯去判断 哪些资讯去正确的 所以我会请我们的消费者 假设你有中药西药并用问题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就近找你社区 药局的一些药师 去帮你做了解 比如说 好 我今天吃了银杏 吃了单身 吃了川虫插脚伞 这三种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 单身是纯行客的东西 它是一味单身 共同事物汤 所以它是个活血化的东西 可以去于身心 那这个银杏呢 大家也知道 本身可以促进这个末梢循环的 那如果说像大蒜 也是可以抗凝血作用 那这些可能都是抗凝血作用的东西呢 你要把它整理在一起 假设刚好你有吃到 那这种抗凝血药的时候 你就不要一起吃了 吃完之后 你会抗凝血啊 那可能会造成体内的瘀血的情况 那这个情形就会造成 就是说 假设你有体内慢性的出血 那可能会造成失血的现象 那有些状况 比如说在国外 有发生过一个状况 这药是已经知道的 比如说 那个Psychosporin 就是说 如果刚好有那个 肝腎移植啊 那你知道我们人有免疫力嘛 你外来移植东西之后 它本身一定是什么 会排斥作用 对不对 免疫力很强 所以我们吃这种Psychosporin 可以把这个免疫力降低 让它本身可以抗排斥 但是如果说 你吃了一个叫 神江主沃 我们叫冠业连翘 或叫金丝陶 它虽然不是中药 可是有时候 上次我去龟山岛看 就看到有冠业连翘 那这两个东西并用的话 就会造成 这抗排斥药的效果降低 而产生排斥作用 你说好 那我如果吃人参呢 有趣了 你有人参跟Psychosporin 这种抗排斥药吃的结果 抗排斥作用增强 就它把你免疫力都压制下去了 因为你不会排斥了 就你这时候免疫 反而会过度降低 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了 所以就说 药物本身的运用上面 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这个部分 大概大致上是这个情形 那我想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就是说 有人问说 中药跟西药到底可不可以并用 其实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那我们狭义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什么叫并用 我吃完一个药又马上吃另外一个药 举例来讲 比如说有人说 最近有网路上都有问说 吃了柿子 前一阵子摩天女的柿子很好吃 又去吃优肉乳或者牛奶 会造成肠胃的问题 甚至会中毒 说中毒太过了 但是像柿子 柿地也是一种中药 那柿子里面的成分叫polyphenol 或是甜粒 这种比较多分类的东西 它有可能跟这个蛋白质产生熬合作用 所以它本身来讲 跟这个蛋白质熬合作用产生之后 它就产生这种乳迷用团块 造成你的消化不良 所以有很多案例就是说 你吃了这个柿子 又再吃了这个牛奶 或是这个优肉乳 就有可能会造成说 你的肠胃不是啊 所以整个病用的情况就是说 中药有讲18反、19位啊 那你看很多农民 以后面有讲说 什么螃蟹跟四十不能吃鸡 原理是一样的 那广义来讲就是说 你如果说要病用的话 中药跟西药至少间隔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能称为病用 因为我们药物本身知道体内 原则上平均要经过72小时 三天才能排出体外 有些代谢速度比较快的 可能是一天啊 所以你说到底会被交互作用 会影响呢 当你问我 我说两个小时 但事实上两个小时 只是让他在胃里面 不会去相遇而已 但是你说 他在体内一定会有一些交互作用 那我们再附送一下 就是说 如果本身两个加在一起 效果变差 或是产生毒性副作用 我们就要去解释这个原因了 大部分的西药跟西药之间的交互作用 其实都已经很明显 所以你看西药的说明书都会告诉你说 哪些药不能吃 但是 但是就是说 但是就是说很多状况 我们要谈的情形 就是说 现在在很多交互作用里面 有些文献就是说 像单身 比如说跟西药讲过这个Waffarin 那他有一些严重出血的情况是发生的 所以这种东西 像比如说黄奇跟这个血糖 会降血糖药一起用的时候 有可能造成这个血糖过低的状况 所以这个东西的组额就不是很好 所以你可以从大概 卫福部里面有个中西药病用网站 去看很多资讯 各位查看看 其实你用中西药病用 可以查蛮多资讯的 那人生也不太适合 跟这些Waffarin一起吃 但韩国人很厉害 他们就弄了一篇论文说 吃洪生以后还是可以吃抗磷血药 不会产生问题 但是必须要有药师医师的监管 可是一般民众不可能每天问药师医师的 所以这个状况就是病用状况 我们讲的概念是这样子 那到底安不安全 就是说要去由专业的人去判断 那间隔时间我刚才讲过 就是说如果以为了排空时间来考量的话 间隔大概一个两个小时 你可以避免中西药在胃里面的混合而影响吸收 所以胃的排空情时间是一个关键因素 那尽量不要让胃混合 胃混合可能还没有吸收之前 它就产生一些毒性的问题 那就是说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解抗作用就要考虑 所以你如果问我一个实话 两个小时可能不够 那胃福部其实有做过一个麦门冬汤 跟这个西药病用的一个治疗交互作用 那就发现就是说 假设用这个大鼠鼠去做实验 那把这个西药跟这个 那个aminophyllin 它跟麦门冬汤一起用 那如果只是间隔一个小时的话 它本身会让那个aminophyllin的作用加强很多 那就算三个小时还是会有交互作用 后来发现第八个小时 才没有交互作用的问题 所以两个小时只是一个参考值 但是不能保证每个药都是两个小时 那你说像黄芪也是 那黄芪萃取物的话 它跟Atenolol的一个降血压作用 你就发现你这个黄芪 跟这个降血压药物一起用的时候 会干扰它的降压作用 甚至会造成低血压的情形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就是说 不同的药物要避免这个交互作用 它基本上在人体上面要特别注意 那现在这个资料还不是很多 通常要发生状况 我们才会从这个 目前大概国内有个中西药不良反应中心 是由卫福部本身所建置在网络上的 那目前应该是中国医药大学张宏教授在主导的 所以你如果有任何的资讯 其实你可以去看这个网站上面 自己可以查看看 那不然就是究竟找社区药局 那至于说交互作用的这个基转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每个西药 用中医的经络辩证理论去讲 以前中药会主委曾经告诉过我说 像Aspirin是一个很寒性的一个药物 在中医如果以药性来讲 它是寒性的酸性的 那但是以药物在体内的分布来讲 我们还是以药物动力学来看 所以就是会用吸收分布代谢跟排泄的情况 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可能代谢数率不一样 体重不一样 那可能敏感度不一样 可能对药物的代受性不一样 所以会一能而异 所以你当你药物本身到肠胃去倒吸吸收以后 它有可能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复合物 而降低你的吸收量 举例来讲 比如说像一些矿物类的中药 它含有铝 还有钙 还有鎂 那如果说刚好跟一些西药合用的时候 它产生熬合物 那基本上作用就会减低 那有些药物来讲的话 比如说它本身是在酸度比较高的 那地方比如说你人参 那你跟这个像Aspirin合用的话 那酸度太高 会造成造肝的分解 那效用就会减低 那有时候就是肠胃弩动的速度 有些东西会造成肠胃弩动加快 那加快的话 你药物吸收就会少 那如果肠胃弩动变慢的话 那药物吸收本身就会去增加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会不会吸收那两个小时 就是为了排空时间来看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就可以去看到说 现在的文献上面已经有提到很多 像比如说像Mafaline 它跟很多的中药 那比如说像这种抗凝血作用强的东西 基本上它跟中药的活血化与药 就是可能产生一些交互作用 那凝血功能太强的话 那你身体来讲的话 就是会血栓嘛 那抗凝血太强的话 就容易出血嘛 所以这基本上对人体来讲都不是很好 那另外有一个概念 我刚才前面有讲过 在附送一次就是说代谢的问题 我们人体所有的药物代谢 都是从肝脏的一个酵素 Cytochrome叫P450 那这基本上它跟一般的西药 会做一些结合 那让体内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浓度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浓度如果稳定 我们才有办法在一定的浓度 去治疗我们的疾病 可是你如果服用的中药 或是像葡萄柚 或是像云香科 橙皮这些东西的话 就会抑制这个酵素 而造成这些药物在体内的浓度过高 所以这是一个状况 所以避免说去跟葡萄柚 柚子 橙皮 止磕 止磁是有原因的 那排泄的部分 药物的排泄基本上在体内 最主要是肝脏跟肾脏 所以如果像老人家有些肾功能不足 那它的排泄就比较慢了 所以不管是中药或西药 都可能会在体内累积 所以为什么到老人家有时候肾功能不足的时候 他医师在开的时候 那个计量就要稍微减低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部分 不管是加成 结抗 那最怕是产生副作用 或是产生毒性的情况 所以你如果问说 到底中西药科可以并用 逻辑上应该可以用 可是法规上不行 那当然这部分主要还是要看本身 药物本身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比如说诸生版黎卢 那比如说这个18版19位 都是古代里面对一些属于并用的一些智慧 所以可能就是要特别去注意到一些情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消费者问的一些问题 担心就多灌水可以稀释 没有用 因为这个东西 它本身药物的代谢有固定的时间 那你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吃了柠檬 柠檬酸稀释 当然你会觉得舒服一点 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喝水就稀释 因为药物在体内吸之后 有它一定的途径 那你水基本上你喝下去 你可能透过肾脏 肾脂球肾小管的代谢又先出来了 所以药物在体内浓度就看 它在半衰期 半衰期就是原本是100mg 在体内变50mg 25mg 12.5mg 到底花多久时间 所以快的一天 慢的三天 所以喝水没有办法去稀释这个问题 多喝牛奶 为什么多喝牛奶 如果刚刚你已经有在听我讲 知道了 原来有蛋白质 蛋白质跟很多一些药物里面 比如说像polyphenol 柔子 或是说像有含铝 含铭 含钙 蛋白质的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结合 熬合物 那这种东西就是说 牛奶只是让这个药物的浓度降低而已 所以我们本身来讲会去强调一点就是说 牛奶还是不要跟药物一起喝 好像刚才讲 你说你吃这个柿子 跟牛奶一起喝 或是说吃了很多这种高蛋白的东西 那你跟这些药物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结合可能会影响这个药效 那轻的话有时候是消化不良 虽然不至于中毒 但是最近甚至有人说什么 去吃那些毒品 结果用牛奶去灌胃 牛奶灌胃是一个方式没有错 但是基本上是去降低这个药物在胃的浓度 对身体的影响 他老人代谢更慢 西蒂问说老人代谢更慢 慢性药一堆有可能一起吃 会很交互作用 分开吃会好一点吗 这是老人家的问题 那比如说西医可能开药的时候 那这个药可能对胃有一些损伤 就开一些胃药 那可能会产生其他的一些晕眩副作用 再开一些可能晕眩作用的一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这个药物 它是一个主作用 那其他药物是在克制它的副作用 所以药物本身到底可不可以一起吃呢 我这样讲好就是说 你可能 我会建议假如老人家在医院或是说诊所 拿药的时候 多花点时间 问一下药室咨询 因为药室咨询也是这个药室很重要的责任 那这个责任 医师没有办法你弄 因为一般中医 一般医师开处方的话 药师要去审视他开处方之间 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健保 或是相关的软体 在电脑里面如果开这个方子有交互作用 它就会先排除掉了 所以逻辑上面要有交互作用的机率不太高 所以说它可以开在一起药物应该都是合理可以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还是可以找药局的药师多跟你说明一下 秀峰问说 吃药补中医师也懂西药的问题 会不会很失利 不会的 因为中医师基本上 他也受过一些药理学、药物学教育 所以你如果问他一些 就是说你吃西药一些东西 除非他本身是对西药很排斥的 不然他应该一定了解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 假设真的有同时 不用中药或西药 现在药师公会市的理事长 他们也很强调药师对中药的学养 所以我会呼吁就是说 其实你们可以多就近利用社区药局的药师 比如说你同时吃中药跟西药 假设不了解他的交互作用的话 你可以请社区药局的药师帮你了解 有时候你去喝一杯茶也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买什么东西 但是他通常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尤其当然现在职业中药的药师慢慢多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蔡太太问说 我常吃比较高 也吃慢性药会交互作用吗 OK 比较高里面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属于清清酸类的东西 因为枇杷嘛 枇杷叶 那慢性药物的话 你可能就不要跟一些正合平传的药 像有寒可待应的东西在一起吃 这样比较不会产生作用 那原则上不要一起吃 那如果必要的话 还是间隔两个小时以上 如果要比较保险的话 甚至要间隔六个小时以上 那因为这部分 刚才讲过 在体内药物要完全排出的时间是蛮长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考虑在内 所以还是要去问一下药吃或是说帮你开药的医师或中医师的情况 可是比较高通常是从药局直接买嘛 所以问一下药师应该没有问题的 B.O.问说 婆婆吃很多维生素综合会交互作用吗 维他命有分脂溶性跟水溶性的 就ADEK这东西来讲的话是比较属于脂溶性的 所以维他命倒不是说今天彼此的交互作用 比如说你今天吃了ADEK的东西 像有些人长期减肥 他体内脂肪不足 那或者是完全不吃油的东西 那他的ADEK可能就吸收不好 所以比如说你说你吃胡萝卜 那你要吸收维生素D 为什么在牛奶里面 牛奶有油 那你要炒胡萝卜 为什么要炒点蛋加点油 可以让这个维生素A的吸收变好吗 那E的话也是 他本身就生育醇 那如果是像V啦 胭碱酸那些东西是水溶性的 所以彼此之间并不会产生 交互作用只有过量或不足的问题 那原则上 当然可以吃营养食品 但是通常可以从日常生活里面的 善食里面去做补充也不错 TJ问说 常咳嗽干咳 喝薄荷饮品 会和止咳药交互作用 有关吗 会抖 OK 好 薄荷这东西它本身是纯形克的东西 那它有一些薄荷精油 那会开薄荷大部分 以我的了解 应该是比较属于油行性感冒 或是属于风热型的感冒 所以它造成咳嗽的原因 可能就不是光受寒那么简单 所以如果以中医师在开 像比如说银翘散 或是像含薄荷的一些中药的时候 那你要跟这个西药止咳药一起用 我就不建议了 因为可能这个作用的机制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刚才有讲过就是说 比较小心是止咳药有咳嗽这类的 那如果有咳嗽这类东西的话 你就不要单一去吃类似像比如说苦杏仁 或是像枇杷叶这类东西 那有可能两个邪同作用的话 比较容易造成 因为它要让你不要咳嗽 那怕这个呼吸会移致 所以这个部分是过油不及都不好 但是原则上 我认为薄荷倒不是一个 因为以我的经验就是说 有时候你咳嗽对不对 你喉是要润 那你吃薄荷基本上会 因为它本身有精油 会造成支气管表面的这种蒸发 反而更干 那干反而会干咳 所以我如果是这种情况 反而是建议说 那你多吃点像比如说 一般的这种男性 白木耳 一些比较白色的这个食物 那基本上最主要知音论飞是蛮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 我过何老实说 不是很建议在咳嗽的时候 你一直吃 因为它基本上是治标 不能治本 马妈妈问说 我们不是专家只能问钢铁的社区药局 OK 社区药局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国内的药师 他们因为中药的职业的问题 他们最近最重要之下蛮多功夫的 所以你去问他们 他们基本上也是一种消学相长 它是可以进步的 好 那那个 移文问说交互作用 我如何判断自己就得了吗 交互作用 我刚才提过了 就是说 因为有吸收 有分布 有代谢 有排泄 那交互作用就会产生 第一个是结抗 比如说结抗 彼此功能消失了 那第二是增进 那彼此功能提升了 第三个是产生毒性产生副作用了 好 那比如说交互作用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没有 我们通常是已经中毒了 才发现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可能这个情形 我就要去跟各位谈 就是说 这个部分呢 你就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 要去了解一下 你吃的这个食物的情况 比如说 已经有很多人告诉你说 这个葡萄柚 不要跟西药一起吃了 那你再吃下去 你就发现 比如说好 那你可能是 会让心跳加快 那你吃葡萄柚之外 那心跳可能从72下 变100几下 你就会知道 这交互作用就很强了 那这个部分通常 比较没有办法看到 交互作用是在药效降低 我刚才有讲过 像西方很多人吃 抗忧郁药 就是那个 冠叶连翘金石桃 那金石桃 它就有可能跟那个什么 抗排斥药 就是那个 Psychosporin在一起 那会造成 抗排斥药的效果减低 所以 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有时候器官因子 就会造成失败 那这部分通常是会在 文献或是相关的资讯会有 那因为大家可能不是 药师医师 所以怕你没办法解读这些资讯 所以假设有这些资讯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也可以去跟社区药局药师讨论看看 因为这个部分是有必要 因为药师是 它药师咨询是很重要的一个天子 今天看到家务作用最强的中流 谢谢 谢谢妹 Kate问就是说 老公开货车爱喝蛮牛 又要吃补 会家务作用吗 蛮牛基本上就是一个牛黄酸 跟维他命B的一个结合 那这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去强化肝脏代谢的一些功能 那如果是食补的话 基本上这些药物 你说像胶母鸭或是当归 或是说羊肉卢 里面大部分就是一些可能是一些 这个嗜菌子汤 嗜物 人参 茯苓 白竹 甘草 或是说像这个当归这些东西 那它基本上跟这些蛮牛 有没有可能产生结合 是有可能的 因为基本上你如果常常在喝 那体内代谢的时间 有可能会cover在一起 所以假设说 真的去吃补的话 那还是间隔两三个小时 但是我认为应该还没有 因为文献上面还没有看到说 因为吃这些养生饮料 跟吃食补产生大的问题 相互作用不是不好 它有可能是去增进 那最多是说没有效果 比较怕是产生毒性副作用 刚才有提过 比如说你像苦性人 他跟这个口袋印在一起吃 有可能造成这个呼吸抑制 或是说刚才讲过 像抗排斥药跟神将士卧在一起 或是说瓦发令跟单身那些在一起 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危险 可是一般如果说是药效减低的话 因为是食补 应该还好 基本上亚方问说 芋头也很容易跟药交互作用 新闻爆中毒也是交互作用 我们的发言人因为吃这个姑婆芋 芋头你知道天然星科的 天然星科你知道它有很多毒性生物碱 那我们在中奥厂里面我跟你讲 我们有半夏 那有天然星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天然星科的东西 那你知道要怎么样去毒性吗 像半夏你就要用冥凡去治过 那去治过之后 去跟水一起煮 就是水一起浸泡大概五天到七天 它里面毒性的生物碱里面 才会渐渐减低 那我们再用浆去治它的毒性 这时候半夏才有办法吃 所以如果说有人吃了姑婆芋中毒 就像吃了申半夏一样 那以前我工作的地方 我们老董事长曾经有 他是一个资格很老的一个中药的长辈 听说他以前就曾经用申半夏 让大家吃看看 就大家一样就喉咙发烧 没法讲话 那后来呢 你知道怎么解读了吗 用甘草 你看用马上吃甘草 因为甘草本身它有甘草痴酸 甘草痴酸就会跟毒性生物碱结合变盐类 就把毒性剪掉了 所以可能有时候医院是用牛奶 但是我们发言人也许用甘草去治的话 效果也不错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交互作用上面 交互作用不是不好 有时候解读也是需要用交互作用去解读 但是我们本身因为不了解药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部分就要很小心 所以芋头就要处理得干净 因为山芋或是姑婆芋 因为它也是慢慢巡化的一种 那你知道姑婆芋有一种东西吃了 它不会怎么样 就是野猪 你有时候去山上 如果你发现姑婆芋有被咬过痕迹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有野猪在附近 那你就问说为什么野猪不怕吃姑婆芋 人会吃姑婆芋 因为你知道野猪的消化道是极酸性 它大概是pH值大概是2到3 所以它吃姑婆芋它根本不怕 所以它是酸碱中和 所以有时候就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我们人的体内 除非你是直接到你的胃里面去 但是我们的联膜 或是我们这个消化道 还没有到这种酸性的成分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吃生的芋头 没办法解读 不然你吃生芋看看 不用姑婆芋 生芋的话就中毒了 这是念真吗 不好意思 甄莉问说 我的长辈爱喝药酒 又吃很多慢性高血压药 为何他们都不怕 好像也没问题 所以要怎么说服他们 酒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先兴奋后意志 所以原则上它会让我们的低级中枢兴奋 那会压抑我们高级中枢 所以喝太多它本身就是正经作用 所以喝酒不是不好 酌量喝 可是你喝酒如果跟安眠药 跟一些正经药一起吃的话 就会让这些正经安眠药的效果增强 那有可能就会睡很久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药不能跟酒一起并服的原因在这边 那至于药酒为什么会用药酒 因为有些东西的有效成分 它可能是脂溶性的 所以它用药的药酒成分 它里面可以把一些脂溶性成分离心出来 那基本上就可以让它吸收变好 所以如果长辈长期吃慢性的药物又喝药酒 并没有产生不良的状况 那代表第一个 长辈的体质很好 它的代谢率特别高 那它也不受这个影响 那要恭喜它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试 但原则上如果刚好喝到一些不明的药酒 比如说它可能固定某一种种类 那某一种慢性病的药 它不产生交互作用 可是哪一天是另外一个慢性病的药 那本身是一个药酒状况就有问题 那你要去注意它 不要让它去吃 比如说慢性病药可能是抗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的 比如说黄芹可能跟降血糖药并用 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人参 它可能跟抗你血药本身 会是造成这种凝血功能的加强 那如果说像这个 葡萄柚 橙皮 止咳止食的话 它跟这个罗巴斯丁定 这种降血脂药的话 它有可能会造成这个 这个降血脂药的功用太强 万一你不幸吃了红麴 那跟这个罗巴斯丁定一起吃 严重化甚至会造成恒温激溶结 所以不是说没事 但是你要去了解他喝了是什么药酒 那吃了是什么慢性病的药 欧伟要问说老人都很疲 政府立法他们才会改变 那今天丰富都不喜欢别的话 对 这个我也很难说服我父亲 不过原来上这是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会建议就是说 有一些情况你可能要告诉他 因为他不一定懂东西要的原理 但是你可以用比如说像农民地里面 螃蟹跟柿子刺会中毒 其实单吃螃蟹单吃柿子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柿子里面有多分类 那他这种多分类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东西 他基本上可能会有抗自由基的作用 可是他刚好跟蛋白质在一起 会产生凹可物就不好了 那这个部分老人家是信的 那你可以用这方法去解释 他可能会了解一下 恩德文说诊所不会在药单上写交互中 的确不会 但是诊所的药师有责 你问他他应该要去回答你 那万一这个诊所药师不回答你 那你可以找社区药局 因为社区药局 我相信他们现在对中西药并用 因为中西药师在 他本身是有中西药的职业权利 可是现在国内参与中药的药师不是很多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 这一块你去请教药师 他们会非常乐意的 再问说 市值被污名化 对市农很伤 感谢解释 好了 谢谢市值了 那义问说 药效减击的风险再加重量会出事吗 药效的部分跟量的增加 比如说刚刚讲圣功能不足的老人家 你药的量就不要开太大 因为是排泄功能不好 所以会停留比较久 那如果你肠胃弩动比较慢 那有可能药效会增加 所以量要减低 那药效如果不足 你要增加量 先了解原因 那通常会有医师判断 你的身高体重性别 年龄 那你的代谢情况 科问说药品吃的会手抖 也是交互作用 会手抖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 比如说这个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你是怎么样的状况 但是显然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那比如说会有发抖 战斗 震战 那是跟神经的一些问题 那我可以请你看一下 就是可能那个药物的副作用 会告诉你说 你吃完这个药物不适合开车 可能会有这个发抖的问题 可能会有相关残位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药物合理的副作用的话 那你可能就注意到这个情况 对他的事情怎么样 因为药一定有毒性 一定有副作用 那如果说你刚好体质上不适合 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比较大 那我们并不希望是药害救济 所以假设有这类问题的话 麻烦你告诉你的医师 在下次开这些药物的时候 特别注意剂量的问题 七夕问说 孩子六岁有气喘 更担心交互作用问题 气喘的部分是跟肺有关系了 肺除皮毛 所以请各位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 比如说艺人嵌食 或是说性人这类东西 其实对身体都不错 那这个部分其实倒可以让小朋友 从小就可以 不过小孩会气喘 过去谢维犹象肉曾经用脾胃 就是类似像森林白竹伞 就是因为脾胎属土 肺属筋 如果你的脾胃正常功能好的话 去土才可以生肌 因为肺属筋 所以小朋友气喘 务必让他早上七到九点 吃温热的东西 周饮也好 好好吃早餐 应该会对气喘会有帮忙 当然就是季节变换的时候 高温差不要太大 有些家长会在家里 加一个空气清净机 让这个塵满比较过敏的原因 会比较少 也有帮忙 好